其中还是漫步着水汽 姑娘若是要走的话 我可以送姑娘 不必了 我送她就可以了 孟姑娘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还看 回家 你这死到哪儿来的 我抢的 你抢了别人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又去欺负别人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我逗你的 我从家里拿的 这天已经放晴了 雨伞可以收了 我刚下过雨以后 太阳光比较 毒 我们还是打着吧 什么 还有这么一双吗 嗯 对啊 嗯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祭乐服啊 祭乐服 你要跟他一起参加祭乐节啊 没有没有 你那么激动干嘛 嗯 我怎么可能激动呢 不可能 没有啊 我明明看到了 幻觉 幻觉 那你再给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给你看 怎么不可能啊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去祭乐节 对啊 以前不都是你陪我去的吗 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 我连个肉身都没有 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那如果你要是有肉身 还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 哪儿能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就是问如果 问如果你就问如果呗 我又不是如果啊 你 哎呀 我劝你啊 还是别白费心思了 你还是找个靠谱的郎君 早点成亲生子 等到时候生个大胖小子 再来我们城隍庙祈福 我给你算个好名字啊 不用算了 生个儿子 我就取名叫谢连 也行 那你得先找一个 姓谢的相公啊 姓谢的 你别给我后悔 各位 都是杰克 分明就是不够喜欢 等季月节到了的时候 我非得要拉一个青年才俊 去城隍庙 让你好好瞧瞧 我沈着月老 才不是没人喜欢 姑娘 姑娘 买个泥园吧 我这有月老 可以求姻缘 特别灵 瞧瞧吧 老板 你这儿有城隍吗 城隍 还真没有 那能捏一个吗 可是 城隍老爷长啥样 我也没见过呀 这简单 我跟你说 你来捏 好嘞 姓谢了 我得不到你们的人 我还得不到你的女儿吗 沈姑娘 张公子 瞧你这双眉紧促的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不知在下 是否能帮上忙 张公子 听说你们 与林山庄什么都有 是真的吗 这是您托在下寻找的显身兽 只吃桃花花瓣 饮尘时露水 所以喂养的时候 可千万要注意了 喂养六个时辰之后 方可让林官现行 如此太好了 多谢少庄主 孟姑娘 张公子 有什么话 但讲无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